徐政委任何我們國會進行改革 那我們花蓮新議會也要跟上 藍白共同提出的國會直選法修法 28號順利通過三讀 花蓮縣五黨籍聯盟總召陽華美 也在新議會中拿起支持 藐視議會罪的簽署看板 邀請縣長徐政委簽名 跟進中央法令 尊重議會 所以縣長可以連署嗎 尊重議會 不過徐政委卻不斷閃躲拒絕簽署 讓民進黨籍五黨籍議員笑稱 根本是打臉丈夫傅昆奇 那常常是遇到縣長不回答 或者官員隱匿資料 那甚至我們花蓮縣議會 也發過這個尋人启示 就是尋找徐政委縣長在哪裡 民間黨團總召長美輝指出 過去向縣長徐政委以及官員質詢 或要求提出資料時 經常得不到任何回應 其他議員更強調 在傅昆奇擔任縣長期間 就已經有相同的問題 導致許多議案至愛難行 而這次地緣修法 大力推動者就是國民黨總召傅昆奇 國會要進步 地方也不能落後 藉此呼籲徐政委推動 藐視議會罪 花蓮縣議會這麼多年以來 長期被縣府首長 用一樣的方式對待 剛剛所說的 官員因出席會出席 反質詢說謊 拒絕提供資料 隱匿資訊 幾乎每一次議會開議 都會上演 對此國民黨團發言人 林玉芬表示 由於中央和地方制度不一樣 藐視議會罪是否適用的地方 議會仍需要多加評估 接下來的一線 旅傳媒廠報道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淨善淨美 淨好新聞